滑翔傘又稱為飛行傘 是近年來流行的一項高空極限運動 藉由風力來維持飛行的速度與方向 而除了東台灣的宜蘭 現在在南部高雄地區 也可以體驗翱翔天際 自在飛翔的美妙感受 檢查好各種裝備之後 在專業教練帶領下 學員邁開步伐縱深一躍 一向湛藍的天際 俯瞰大高雄之美 剛開始要放飛的時候 心理的恐懼一定有 是把心理調整好 然後聽從教練的指示 其實從起飛台衝出來 就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可怕 你要去檢查一下 腿帶有沒有扣好 然後這邊腰帶有沒有扣好 然後最後一個指示 胸帶 這樣就完成了 在起飛前一定要先 先把那個閃身要離心 看有沒有打結什麼之類的 只要你克服你的恐懼 學習了他的技術以後 他是一個污染 這個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休閒活動 四十二位來自全國各地 愛好飛行運動的傘友 日前成立滑翔傘協會 希望推展滑翔傘飛行運動 帶動國內飛行傘的運動風氣 透過滑翔傘不僅看見台灣的美 也讓當地成為觀光地標 帶來經濟效益 帶來經濟效益